- 療癒系畫家黃管宇即將在南投埔里鎮舉辦大地之愛畫展 這是一場非常有愛心的開幕即身心障礙風神車隊募款的活動 我們就一起去現場看看吧 在台灣畫壇十分活躍的療癒系畫家黃管宇 最近在國內外舉辦過許多畫展 獲得不少肯定跟迴響 走遍海內外的黃管宇決定回到溫暖的故鄉南投埔里 選在文化部埔里藝文中心舉辦大地之愛畫展 希望讓埔里的鄉親能夠欣賞到他的藝術創作 8月20號開展當天埔里鎮長廖志成 現議員林芳宇跟許多貴賓都到場支持 肯定她是名副其實的埔里之光 這也是我們學習的一個盧獄 一個季節 今天到場的貴賓相當的多 我相信都是關羽老師的 來自於熱地的這些好朋友 黃管宇表示他是土生土長的埔里人 雖然身為畫壇啟蒙前輩的父親已經過世 母親特別到場給他鼓勵 加上埔里相親的熱情參與 讓他十分感動 這次畫展黃管宇特別將數十福得獎作品移到埔里展出 展現出他飲水思源不忘本的初心 另外要鼓勵大家一起做愛心 讓弱勢族群也能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還舉辦敲響愛心羅的義賣活動 贊助殘障人士組成的風神車隊 鼓勵他們不怕艱難努力向上 最真誠最內在的真心 然後再展現的來傳出 表達給大家所探討的所有作品 真是太棒了 我們留意的圖了 我們期待下一次 同樣也是埔里人的自圓法師 也上台致詞說 黃管宇是以真善美的誠心誠意去創作 才能創造出這麼豐富多樣的畫作 展期時間從2022年8月20號到9月1號 希望大家也能用心去欣賞 8月20號晚間 黃管宇還在台一度假村舉辦募款餐會 將全部所得捐給公益團體 記者陳文旭 蕭朝全 李嘉金 南投報導